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理来说 少林八段筋是一个很好的强身功法 我们练习八段筋要注意几个方面 第一 先把你的思想静下来 排除一切杂念 第二 把你的身体放松 然后就是眼观鼻 鼻观心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静下来 我们才可以把八段筋练得更好 双手脱天李三胶 他的要领是 在你练之前先深吸一口气 把你的吸入新鲜的空气 再把你体内的肺气吐出 配合你的动作 比如这个扩胸的动作 从这里下来扩胸 吸气 把你新鲜的空气吸入你的腹腔 然后慢慢把它排出 这样的话 就是他的动作有一个 一张一合 然后起的时候 在立胶尖 蹲下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你 调理你的内脏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蹲这个胶尖的时候 蹲胶尖慢慢立起 胶尖慢慢立起来 然后蹲下去 这样可以达到你练习你的韧带 增强你韧带的弹性和柔润性 再看一看 我们现在练习第二次 左右开弓四色雕 我们这一个动作的 主要练习你的腿部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练的马步 在你练的时候 马步要蹲下去 胶尖里扣膝盖外摆 这样的话 你的马步就能扎到四平八王 然后这个手 慢慢用力拉开 再回头望手 再落下来 再拉拳推掌 回头望手 收拾 收拾 第三式是调理脾胃须单矩 它的主要动作呢 就是在练习你的功部和你的局长 局长呢 可以拉动你的 身体 作以伸展 可以调理到你这个气埋向通 我们现在把动作做一下 先马步 十字平衡 然后 公布 马步变公布 握拳 然后变成 处步穿掌 这个手腕要慢慢旋转向上 用力上举 然后回头 这个左手用力下按 左手用力下按 按的时候 向前看 我们 然后回手 掌垫全 供下去 后腿蹬直 这个腿部一定要蹬紧 保持一条线 这样可以把你身体的韧带和筋脉连贯起来做一个疏通的作用 好 我们开始变 瀑布穿掌 翻掌 向上 头用力向后扬 然后再回头 这样再收拾提气 这样再收拾提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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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现在把第四试练一下 五老七伤望后桥 它的作用是伸转你的双臂和你的双腿 然后把你的背肌连贯起来 做一个伸展运动 我们现在把动作做一下 往回收的时候变成虚部 慢慢变虚部的时候 慢慢向外变胶尖 然后换步法 手掌布置到位以后 手收回来后慢慢翻掌 推开向后看 感觉把你的腿要拉直 双臂伸展用力 往两边推 用力推 眼看你的后边的手 看你的左手 你的眼睛看你的左手 然后慢慢回掌 然后慢慢回掌 变成小公布 收回来 手下翻 我们这边的动作和左边的动作是一样 也是往前上步变成小公布 然后双掌回收 胶部变成虚部 往回收 然后变你的胶尖 转身 推掌 转身推掌 用力 眼镜向后看 慢慢 回掌 因为 我们一样 那么 在 非常 一样 continued 不 就